那其中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那请问院长这个表格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内容 包括打击这个犯罪跟检讨刑事的政策 还有强化防淘跟追前的制度 经济环境犯罪的追溯 严定接避者保护法 保护内部吹哨者 严定妨碍司法公正罪 避免政治力或其他不当干预介入司法 请问院长 请院长自己回答 这个表格出处是哪里 请院长 你知道吗 这个表格我不晓得到哪里 好 你不晓得 那我跟院长说 这个表格是蔡英文总统在2017年召开的 斯改国事会议的会议的总结会议资料 那院长 对于你无法回答这个答案 我非常失望 毕竟当时您是副总统的身份 那院长2017年定出的斯改国事会议的会议结论 是要制定吹哨者保护法 还有妨碍司法公正罪 请问院长 我们有这些法律了吗 这个有关于监密者保护法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在这个研议过程当中 因为各方的意见相当的分歧 所以我们现在 院长 答案是没有 对不对 我们没有这些法律 对不对 还在研议 对不对 但是院长已经研议六年了 还要研议多久呢 跟委员说明一下 请你不必回答 我们监密者保护法已经是草案都拟出来了 研议六年了还要研议吗 现在我们要签这个协定了 那没有这个吹哨者保护法 请问我们还要研议多久 这个是不应该的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过 在这个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里面 我们没有牵涉到任何修法的问题 所以呢 你刚才讲的这个监密者保护法的这个部分 当然是很重要 那我们也已经有订定出 那我跟院长说明 你认为不必没有签修法的必要 那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在二十一世纪台美 这个贸易倡议 我了解院长的意思 不过 涉及台美贸易协定里面的相关的内容 我们务必要去遵循 对不对 我们再来签订嘛 那第五 你看这个 第五章的张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双方对于这个协定 都认为可以遵守 而且能够进行 可以遵守没有法规 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而且我刚才讲过 是不牵涉到修法 我了解院长的意思 但是我们可以遵照 但是我们没有相关的法规 我们要来修法 要来制定法律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法律的遵循的必要性 所以请问院长 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让行政院知道 好那院长 现在请问你知道我们台美贸易协定 第五章的张敏是什么 你知道吗 答案就在一幕上面 就是反贪物 好那答案就是反贪物 但是在第五章的这个53 里面很明白的写出 应该要在我国的法律里面 将不法会证 不法官说列为犯罪 也就是斯凯国事会议里面的 妨害死法公正罪 那这个是2017年执政党跟蔡英文总统 已经跟国人承诺 要来制定的法律 但是到现在2023年 您来立法院报告要签署台美贸易协定 协定里面同样也要求 要把这些样态规范为犯罪 结果我们行政院到现在 还没有把法案送到立法院来 所以我必须要很不客气的说 只有民进党跟蔡英文总统 不想过的法律 没有民进党跟蔡英文总统 过不了的法案 所以请问院长 请问院长 什么时候要把这个 揭闭者保护法相关的法律 送来立法院呢 我想再跟委员澄清一次 台美贸易倡议 有反贪谱的章节内容 确实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内容当中 并没有包括不法关注 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显然院长 你没有听清楚 因为台美贸易协定 要将不法费账 不法关注相关列为犯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法律来规范 那请问院长 如果我们没有法律规范的话 这个协定我们要怎么签呢 到时候如果有相关的犯罪 我们要怎么去制裁呢 好 那院长请问 我现在要请问你 这个法案 我们什么时候要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 好 这个不法 亏证罪跟这个影响力交易罪 就是不法关注罪 修正潮案 已经在本院审查当中 而且本院已经 那接避者保护法呢 也是 那这些都已经在讨论当中 请问什么时候要送来立法院 那我们呢 在审讯完毕以后呢 一定在经过 给我一个失程好吗 下一个会议 就是本屆最后一个会议 我们不希望 在选前才说要送 那简直就是 跟2019年一样 都是骗人的 我们也希望 在这个审查的内容 能够得到 各方的建立 他以前可以送进来吗 我们要来努力 但是需要看审查的进度 还有会议当中 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 我们要取得 很好的共识以后 就会通过我们 前一月的院会 再送到会员来审议 好 那现在我们没有得到 院长明确的回答 其实还是 非常的失望 等一下我还是希望 院长能够表达 能够在开议前 能够将催哨者保护法 接避者保护法 送来立法院 让立法院来审议 那院长继续在台美贸易协定 五之五的重点 也就是跟不法官说 不法馈赠最有关 最有关 所以院长我要再强调 美国在这些执法上 要求非常的严格 我们要跟人家签这个协定 就不该把这些重要的法案 一再的摆烂 院长你说是不是 但是美国也了解 我们对于反贪股 还有不法官收的房子的部分做得不错 所以我们才会在双方经过讨论以后 就通过了21世纪的贸易倡议 所以表示美方对我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他们也看到了 所以才会同意来签订这个 院长你的意思是说 美国同意我们不需要修揭闭的保护法吗 目前我们在修法还没有完成 不需要修吗 你的意思是说还没修俊之前 可以来签是不是 我们现在所做的 那该不该赶快来签呢 赶快来制定这个法律呢 我想这两个法 确实大家都有 社会各界都有 美国早就有了 我们该不该来制定这个法律 该不该 但是在国内呢 实际上我们的讨论过程当中 还是有蛮大的歧见 什么歧见呢 你要讲清楚啊 是我们执政党有什么弊案 不敢揭露出来 怕这个法通过被吹哨吗 被揭闭吗 是这样吗 揭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考虑到 这个它涵盖的这个范围 规范的范围是在哪里 所以目前呢 我们是有在考虑说 这个法在2019年5月 已经有送来立法院了 并不是没有法 所以院长 你不要在这边让我们 感到对我们行政院 非常的这个失望 所以院长 你在表达这个诉求之前 请你三思 但是立法院在那个会 在当时并没有通过 表示呢 在立法院里面 已经有相当大的 当时没有通过 是我们执政党不认真嘛 我刚刚已经久了 已经讲了 没有执政党跟蔡英文总统 过不了的法律嘛 过半啊 不是这样吗 好院长 这边我要提醒你 在台北贸易协定 就像我们荧幕中看到的 举办贿赂 或者是贪腐犯罪之人 要采行 跟维持措施 以保护任何对个人之歧视 或不适当的处分 讲的就是揭闭者保护 所以美国是一个 非常非常保护揭闭者的国家 那现在我们要跟美国 来签这个协定 当然我们也要要求 我们要有这个完善的 这个法律制度 所以今天 我以在野党的身份 还以在我们716 在凯道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希望政府赶快来进行 司法改革 来制定这个揭闭者保护法 希望院长你当天没有去 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重要性 否则对执政党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负责任 你们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这个行政的做法 好那我提一个例子 来让院长来看 院长请问你知道 右边穿背心的是谁吗 当然知道 黄市长 黄伟哲市长 左边是谁你知道吗 我不在乎他 好那我跟院长说 左边这位就是在雪甲 偷埋如茶 在台南大岗光电 闭案88颗子弹 前民进党中指挥 郭再青 院长你竟然不知道 那我过去几年 一直在追查台南雪甲的 如茶的这个掩埋弊案 就是这位民进党 中指挥郭再青在搞的 根据检察官的起诉书 他的获利超过20亿 超过20亿 所以若不是有当地的吹哨人 里长来吹哨 我想这些污染的这个 废弃物就一直在 污染我们的土壤跟地下水 永远都不会发现 但是但是我跟院长说 当地的里长因为揭发 竟然这个郭再青 告他还有告我 还有告我 所以院长 如果现在没有这个 揭蔽者保护法 还有我们的 斯凯国事会议的结论 就是要精进环境犯罪的追诉 所以一定要赶快制定 吹哨者保护法 我在前几天的这个协商也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污染 当地的居民去 举报去 举发的时候 黑人 威胁就到门口了 让大家都不敢去解法 所以院长 你难道不愿意 来赶快制定 接避者保护法吗 我觉得这一个 那跟委员说明一下 请院长说 我们还是有秘密证人的保护措施 虽然没有专法 但是还是可以做到秘密证人的保护 我觉得部长 你更没有资格来讲这种话 这个就是你的责任 我们法务部 我们司法院要赶快把这个法送进来 院长 你同不同意我说 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吹哨者 要精进这个环境犯罪的追诉 要不要赶快来制定这个法律 我觉得任何的吹哨者 都应该得到很好的 这个就是郭再博有地在掩埋 如茶吹哨之后挖出来的 现在台湾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子的 不法的掩埋 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个保护吹哨者的法律吗 我们需要有保护吹哨者的法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演绎的过程 什么时候提出来呢 我刚才跟委员说过嘛 现在还在演绎跟各方 还要演绎多久 那这个就要看会议的程序啊 还演绎到什么时候 那我没有办法预测 因为要看我们讨论的过程嘛 蔡英文的总统承诺不是承诺吗 不用遵守吗 国人看不到吗 我们建立一个吹哨者保护法 是不是要更多元 我只是年来一直在追费 秦武的弊案 就是吹哨 吹哨有危险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有些立场都被杀了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个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想我们打得清楚 我当然也被打了 但是我们要的吹哨者保护法 你听进去了没 我听进去了 你记得听进去了没 蔡英文听进去了没 所以我才说 我们需要很好的演绎 谢谢 对 谢谢大家